而年輕改革真的是這個抗議未平一波又起 因為行政局發言人徐國勇的辦公室主任林玉慧 竟然在臉書上面發文來嘲諷抗議者 甚至脫口而出 趁親民不會早點去死 引發極大的爭議 現在徐國勇競機滅火 已經先將他暫停職務 記得以前有個案例 就陳雪扁總統他在那個龍潭案的時候 他被辦有實質影響力 政論節目上談議題滔滔不絕 他是林玉慧現任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的辦公室主任 媒體出身一向敢說敢言 但這回惹出爭議 林玉慧臉書化名林小芳 活力全開針對軍公教抗議年金改革 先諷刺軍公教為國家拋頭顱撒熱血 把心熬成玻璃 沒有不公益 只是在他們眼裡 我們是仆役是賤明 是我們該雙手奉上 文章最後更標注 老娘忍很久了趁清明節不會早點去死 甚至爆粗口飆髒話諧音 那是林小芳的發言 林小芳是林小芳的臉書 林小芳是林小芳的臉書 那都是個人的言論 因為不代表那個任何官方的立場 林玉慧事後跳針回應說 林小芳是林小芳 但看看臉書上 其實林玉慧就是林小芳沒錯 似乎因為是私人臉書不想多談 上司徐國勇也緊急滅火 宣布林玉慧發言不當 理應負責 不當情緒言語 不組取即日起暫停職務 他以為他這樣通 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掌順跟選票 拜託好不好 現在執政的是民進黨 你們現在應該是試著去 把年金改革做好 然後撫平這個傷痕 而不是在那邊製造更多的對立 畢竟是政院發言人 左右手一舉一動都是外界關注焦點 這回情緒性發言不只登上 媒體版面還火速遭到停職 恐怕也是林玉慧 數量未及 記者綜合報導